日本冲绳的纳巴机场 挤满了等待更改航班的旅客 因为今年第四号台风爱丽 已经连夜冲击冲绳的天气 爱丽是在周日半夜通过冲绳海域 现在中心已经进入日本海路径 开始转往北 可能在周二登陆日本九州地区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沉降气流影响 东京这几天气温持续飙高 三号中午最高温出现35.3度 已经连续九天观测到超过35度气温 创下187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民众直呼热死了走在路上 扇子毛巾洋伞不离声 就怕天气太热引发中暑 光以东京来说 7月1号有301人因中暑送医 7月2号通报185人 6月20到6月26间有4551人中暑送医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448人 如何消暑显然成为东京人 现在的要紧课题 体积轻便的小型空调成为采购首选 为了节电现在东京地标晴空塔 也缩短点灯时间 时隔7年日本政府呼吁全国 到9月底前都要尽量节约用电 一起度过这个言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